Planarogis 我是阿姨 沸妥一是July 在今天的影片当中我想跟大家聊聊 接下来的出国旅游当中 你应该要如何帮自己做准备 以预防 如果你出去玩遇到时差怎么办 还有就是如果你出国完回来 时差应该要如何做调整 相信我在follow我脸书的应该都知道 我接下来要去印度实习了 那么挪威跟印度大概是四个半钟头的时差 所以比较不会像台湾如果非美国或是非欧洲一样 有那么长的时差需要做调整 不过只要是有时区上的差别 就会有时差的发生 尤其是那种日夜颠倒的时差 我记得我以前如果非美国玩的话 常常就是旅程的前半段 几乎都是我朋友要一直把我叫醒 以预防我在睡午觉 在吃午餐之前睡着 因为这会让我晚上睡不着觉 那么从美国回到台湾之后 常常就会有早上跟晚上日夜颠倒 仿佛行尸走肉一样 那么阿玉废陀有什么建议呢 我们说你最好在出国前三天 开始慢慢慢慢将你自己的饮食习惯 还有将你自己的作息习惯 调整成你要去的那个地方的时间 最好的是在你飞的那一段 你的旅程的那一天 你过的是你要去的那个地方的时区 这样子会让你比较容易一落地 你自己就进入当地的状况 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尽量再要回来前三天 就开始把你的时差 在当地的时差慢慢慢慢的调整成 你原本居住地的地方的时间 那最好的是在你飞的那一天 你就已经开始在过台湾的时区 台湾的这个时间的一个作息 你这样子的话回到台湾 比较容易接上 那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办法 好OK我在台湾这边白天 然后要过美国那边晚上的时间 或者是我在台湾这边晚上 要过欧洲那边白天的时间 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说变就变 说调整就调整过来 所以在阿玉废陀的观点当中 我们会建议大家在出国前 还有在旅程过程当中 以及在回来的时候 你可以用冥想 或者是用瑜伽睡眠术 来补你失去的晚上睡觉的时间 OK阿玉废陀有说过 之前跟大家聊过 人生最重要的三大支柱 是哪三大支柱 第一个是所有你放进身体里面东西 包含了你的液体的食物 固体的食物还有呼吸 那第二个是你的生活的起居 第三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柱 是所谓的睡眠跟休息 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在晚上 月亮高挂空中的时候睡觉的话 你好歹在白天你可以小切半课 比方说你可能睡个半个小时 午觉不要睡太久 关于午觉的艺术 我之后会再跟大家做影片 我之后会再做影片跟大家做介绍 那现在这边的原则就是 如果可以的话 你如果在晚上没有办法睡这么多的话 因为你可能要挑着你的时差 或者是适应你之后要去的地方的时区 你可能在半夜没有办法睡过夜 比方说你没有办法从在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6点 这12个小时的区间当中没有办法睡太久的话 你可以用瑜伽睡眠术 或者是用导引冥想的方式帮你的大脑做休息 要切记的是冥想跟瑜伽睡眠术没有办法取代你夜间的睡眠 可是它可以让你的大脑充分得到休息 除此之外我们说 当你到了旅游当地 发生了时差 OK晚上睡不着 然后白天一直想睡觉 你可以做的事尽量在晚上睡觉 白天强迫自己不要睡 OK如果你白天真的很累的话 就是用我刚刚说的方法 瑜伽睡眠术或者是冥想 然后就是你在那一天当中 你要尽量不多补充水分 尤其是以温水为主 在阿玉废陀的观点我们说旅行 你到一个新的地方 你过了一个新的时区 OK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面对不同的人 这些新新新 你们听到我刚刚的关键字 新地区新时区新的生活方式 是新的人 新的人事物 新这个字啊 会让我们的身体里面的Vata能量增加 因为遇到了新的东西 我们的身体就要做调整跟做适应 而是我们身体里面 专门负责调整适应 起应变功能的那个功能性能量 是Vata能量 那我们说Vata能量的能量属性是干冷动态性 所以你到了旅游当地 或者是你回来你的居住地 要调整时差的话 你要记得就是减少你的干冷跟动态性 OK所以多让自己休息 多是一些煮过的东西 多以温热的食物为主 温热的饮料为主 会帮助你比较快的调整回来 还有就是我刚提过的 尽量睡在晚上不要睡在白天 因为我们说白天睡觉的话会增加你身体里面体力的耗损 OK晚上睡觉可以帮你增强体力 可是白天睡觉会耗损你的体力 而且你白天睡太多会影响到你晚上的睡眠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调整你的时差的话 除了你在出国前要做准备之外 到的旅游当地就是不要过度的耗损你自己的精气神 不要过度的耗损你的脑力心力跟体力 再来就是你回到你的居住地之后 开始以平衡vatar能量的饮食为主 多吃一些煮过的东西 多以热食为主、热饮为主 减少那些干巴巴的食材 OK 然后在你的生活当中多做一些油压 然后多帮自己保暖 多让你的感官休息 尽量在晚上睡觉 就是这么简单 还有就是多补充水分 OK 所以调整时差没有那么困难 你可以做事前的准备 你到了当地可以帮忙做 你可以做一些调节 然后重点是回到你的居住地之后 尽快的回到你原本的生活作息 再来就是给自己大概两到三天的时间来做调整 不是所有人 除非你是一天到晚在飞的 空中飞人 像空姐、空少这些 否则的话我们很难就是立刻进入状况 所以给你大概 给你的身体大概两到三天的时间去做调节 会比较好 OK 所以接下来 不管是跨年或是台湾的新年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时间 可以安排自己出国旅游的机会 那我希望今天的影片当中的资讯 可以帮助到大家将来在规划自己旅游的时候 或是在你旅行时如果遇到时差的话 你可以如何来做调整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会在日后的影片来帮大家一一做解答 感谢你今天的观赏 南无论 南无论